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的过程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赌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言 善哉问也 开发同盟 将来学师 佛言 才有三倍 一曰 下财 二曰 中财 三曰 上财 何谓下财 有人至产 积聚钱财 不敢衣食 不修金戒 不能孝顺供养二亲 不要随时给足妻子 欲其消息 充饱寺 奴 客 徒 使 依才必行 实戏口腹 鲍鱼首席 如风爱密 不信先生 不奉高事 沙门 道人 不耗不失 众福为德 心自忌常 不律对质 何者必散 祸福自追 贪慕深地 不觉恼恨 落阶莫过 入泥林门 其身元时 四大悔圣 神迹其中 甲号为名 雷若犹化 回翠不顾 不解悲长 以世之容 心怀万忧 未亦常生 心存无我 不达西空 三界尚须 旷人勿呼 急急迷惑 贪 淫 嫉妒 如私行者 奉养父母 安和至心 初词环返 不失颜色 沉定目省 小心翼翼 念二亲恩 而无穷疾 己足妻子 应食衣食 恩情归留 与共同欢 妻子如是也 终无私行 沾世奴 客 眷属 徒使 无令击乏 不幸死后 当父更生 未死灭尽 归于无形 共孝所生 念如养恩 己足妻子 恋恩爱情 沾世朴使 欲得其力 不能奉进沙门 道人 不肯行善 不恩施德 厚当得福 与众殊特 事为忠才 佛于世颂约 常能念如养 孝顺共二亲 己足其妻子 随时不失节 奴客及徒使 未老不加恶 下世皆顺从 潜行不为教 无信后世生 闻之今不喜 自继生有常 长存不忠亡 三界如幻化 当设此词章 己所为罪福 从本而受之 伯父高长者 尚才业者 为其人若有财宝 能自衣食 孝顺父母 不失时节 横沾颜色 不令怀期 出不犯境 入不为理 造型清白 不使污染 恭敬尊尊长 谦逊智者 启寿博文 等心不邪 下列平二 贤盟战盒 给善妻子 常令被封 出诸邪念 修以正志 消息奴使 不令穷愧 不忘抓骂 家之慈敏 奉进先生 智学 正式 出家顺法 沙门贤民 宿业行礼 不失其意 不失所法 始成道德 自讲经典 并化痴明 以善方便 不失其实 自安护彼 一切众生 犹如刺牛 食除出乳 辱出酪 酪出疏 酥出醋 酥出醍醐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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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醐特妙 其自安生 敏哀十方 多所慈念 多所安稳 诸天 人名 皆得蒙度 世人最尊 无上 无比 唯无仇批 唯是大雄 独步无履 佛于是颂曰 若有众才业 以字好衣食 供养孝父母 不失其颜色 除游不半径 环返不为理 造型常清白 顺法不荒谜 恭敬奉尊长 谦逊明智者 起受博文士 等心不目邪 随时给妻子 各令得其所 慈嗣奴仆史 衣食长丰足 奉沙门学士 布施兽供养 从受生妙法 弃捐吃龙芒 敏伤十方人 不独未身形 常自安其矣 一解一切恶 譬如苏提湖 本从除草出 既可用安生 生何无急诊 苦爱众生累 其心常平衣 以示四等形 素代成至佛 佛告长者 出家修道 学有三品 一曰 申闻 二曰 圆绝 三曰大乘 何谓申闻 为苦验生 思无央述生死之难 周旋之患 世生如愿 四大有悔 无因处贼 作禅属席 安班首益 观神恶路 无尽之行 伪色欲本 痛 想 行 事 补迪欲苦 恶鬼之恶 畜生恼结 人中之难 天上别离 不可称计 轮转无休 如狱中求 欲断生死 勤劳之罪 求无为乐 尼环之安 但自慰己 不念众生 常指小词 不心大哀 以于阴生 不解空会 三界犹患 去自寄己 不顾恩慈 视为生文学 博于是颂曰 为无量生死 周旋之艰难 心以怀恐惧 为欲求自安 作禅而属席 专精治安班 观神中恶路 不尽有若干 弃捐三界色 断欲得自安 不能修大词 为至乐泥环 佛告长者 原觉者 本发大义为菩萨业 勿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一心 智慧 以用妄想 求为尊豪 天上天下 先令自归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为神得众 唯唯堂堂 无能及者 不解如来 色身所现 因事于人 不是大道 断生死流 不能返缘仅生死本 故为献身 向好言容 文词言教 以化于名 显示大名 极着向好 为神有色相 随行四等 四恩 六度无疾 三十七品 观十二元 欲拔其缘 不解本无 希望大道 正使积德如虚空戒 不得致佛 所以者何 用不达故 何谓不达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一心 智慧 四等 四恩 有所希望 念旧一切 无趣生死 解空 无相 不愿诸法 小一切法 如幻 画 梦 蝶马 银 响 芭蕉 泡沫 皆无所有 道会无形 等如虚空 无所增坏 苦度众生 佛于世颂曰 本发菩萨意 至末大乘夜 但欲拙佛生 不了无敌末 不失 戒忍辱 精进禅席志 四等恩六度 为己乐无为 母三十二相 八十好为为 天上天下尊 颇五音六衰 但查其出事 不能观生为 随欲度十方 心口子相为 不了如幻化 水莫泡野马 八交如梦影 妄想甚众多 正使作功德 犹如江河沙 心怀无上针 不解除众磨 佛告长者 其大乘学 发无上正针道义 行于大词等如虚空 而修大悲 无所敌末 不自忧生 但念无趣 一切众生 苦欲时安 奉四等心 慈 悲 喜 护 慧施仁爱 亦 亦 等力 救济十方 护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一心 智慧 六度无疾 无所希望 已失一切众生之类 关于三界 往返周旋 勤苦艰难 不可称计 念之如父 如母 如子 如生 等而无益 未知与泪 日令度厄至于大道 佛于世诵曰 发无上大义 行慈悲喜护 大哀如虚空 行等无敌末 立得不畏己 回味十方师 度脱诸群生 使至大道志 又有四世得志大乘 一曰 物失给诸穷罚 二曰 不择豪蝶 行轻重心 三曰 所可施予 无所希望 不求环保 四曰 以此功德施予众生 佛于世诵曰 不施设贫穷 不行轻重心 智慧无希望 不求环得报 敏念于群里 往来周旋者 以此功德施 悉令至大道 佛告长者 奉戒有四世 集成大乘 一曰 守口 顾身 心不念非 二曰 初入行部 不失礼节 三曰 不愿升天 转轮圣王 示范之位 四曰 以示境界 会师众生 佛于世诵曰 常顾身口意 心坚如泰山 若初入行部 未曾施礼节 不愿升天上 示范转轮圣王 则以此正行 用会一切人 佛告长者 忍入有四世 集成大乘 一曰 若骂立者 不及阴身 二曰 若抓垂者 既如无形 三曰 若悔辱者 未如风吹 四曰 有加害者 常怀大安 佛于世诵曰 抓骂令漠然 刺激本无形 设有恨意起 心者还自止 何心颜色悦 众人贤恭敬 用事得成佛 三十二相名 佛告长者 精进有四世 一曰 苏验奉法 未曾泄费 二曰 您施生命 不为道教 三曰 勤奉升典 不以泄权 四曰 广欲救济 诸为恶者 事为四 佛于世诵曰 苏验奉大法 未曾有忽忘 您自施生命 不敢为道教 宋习生经典 不以为泄权 救济众为恶 不许心怀愿 佛告长者 传思有四世 一曰 乐习精修 贤居独处 二曰 敬身 口 心 令不溃乱 三曰 虽在众闹 常能定己 四曰 其心旷然 而无所拙 佛于世诵曰 恒好于今修 至贤居独处 尽其身口意 未曾念愧闹 庶处重乱中 心定无忽便 一心见识邦 道会起神族 佛告长者 智慧有四世 一曰 解于深空 四大合成散坏 本无主名 二曰 其身三界 皆心所为 心如幻化 以利重行 三曰 了之五因 本无出所 随其所拙 应有私情 四曰 小十二元 本无根源 因对而兑现 事为四 佛于世诵曰 希解其身空 四大而合成 散面无处所 从心而得身 古因本无根 所着已为名 十二元无端 了此至大安 佛告长者 智慧富有六世 一曰 解色如巨末 二曰 了痛痒如水泡 三曰 思想如野马 四曰 小生死如芭蕉 五曰 茶室如患 六曰 心神如影 想 既本息空 皆无出所 佛于世诵曰 解色如巨末 痛痒如水泡 思想如野马 生死若芭蕉 了是假辟患 三界无一好 分别西空无 乃耳至大道 佛告长者 此有四世 一曰 此念十方 二曰 如母玉子 三曰 即敏念之 四曰 如生无异 世为四 佛于世诵曰 此念于十方 如母玉赤子 常怀即敏念 如生等无异 佛告长者 哀有四世 一曰 敏之 二曰 未知与泪 三曰 神欲戴罪 四曰 以命计之 习有四世 一曰 何言 二曰 善言 三曰 说经 四曰 解义 故有四世 一曰 交去恶就善 二曰 常训悔归命三宝 三曰 始发道义 四曰 开化众生 世为四 佛于世诵曰 敏念未雨泪 生欲戴其罪 生命而寄之 不以为怀恨 何言言善言 讲法分别意 交去恶就善 回归命三宝 佛告长者 有四法 集成无上正真之道 一曰 解空 学无所求 二曰 无相 无所希望 三曰 无怨 不目所生 四曰 长等三尘之夜 无趣 来 今 世为四 佛于世诵曰 解空无所求 无相希望报 不目愿所生 长等三世行 佛告长者 有四世法 集成佛道 一曰 一切皆惜本尽 二曰 而解万物谷如幻化 三曰 生死断灭皆从原对 四曰 集其原对本亦无形 佛于世诵曰 一切西本尽 解物如幻化 生死从原对 集本亦无形 佛告长者 有六法 集成正觉 一曰 深长行词 无怨无结 二曰 口长行词 衍生会议 三曰 心词仁和条吻 哀念十方 四曰 护戒 无造想求 大乘之夜 五曰 正观 见十方空 道俗不二 六曰 共足乏食 就生之夜 以祭为恶 事为六 佛于世诵曰 生长行词心 未曾怀怨结 口恨修严命 衍生会之仪 心和人调吻 爱念诸十方 护戒不齐响 正观十方空 佛告长者 有四事 集成佛道 一曰 奉今敬业 心无所拙 二曰 教化众生 道心不断 三曰 由于生死 不以幻宴 四曰 大慈大哀 不舍全会 施为四 佛于世诵曰 精进无所拙 教化未曾断 不幻宴生死 不费舍全会 佛告长者 开化众生 有四事 以曰 不幸生死者 则已现世或服于之 二曰 不信三宝 显世大道 三曰 迷惑邪尽 直语三称 佛道独尊 而无忧虑 四曰 三界所有 习如幻化 无一真谛 事为四 佛于世诵曰 不信生死或不适 多协见者显大道 佛道独尊 而无虑 三界悉空如幻化 佛告长者 开化富有其事 一曰 潜滩者 教令不失 二曰 犯恶者 毁令奉戒 三曰 称慧者 劝令忍辱 四曰 懈怠者 话令精进 五曰 心乱者 毁令定义 六曰 余明者 教令自学 制度无极 七曰 不知随时 显全方便 事为期 佛于世诵曰 千者教不失 犯恶令奉戒 称慧劝忍辱 懈怠劝精进 乱者 使定义 余明教令学 智慧度无极 随时发善权 随时菩萨问佛 何故学者 有上 中下 不惜普等 至大称呼 佛言 学者其心 渐渐游远近 简有深浅 智有幽烈 故事三称 既本无三 家隐为育 并如有人 为国大臣 聪明智慧 皇之所重 参议国事 亦以委托 不怀疑律 有四大臣 有三亲友 一约太子 二约尊者 三约凡人 大臣举治国之政 活有陋师 众人潜入白之渔王 为图逆辟 王文怀疑 问诸臣曰 当何罪之 诸臣得辩 各众罪之 或言浊头 或言解手断足 或言歌耳吉鼻 挑眼去蛇 王察众臣 所亦慎重 告曰 不然 此人名答 偶有小师 不宜乃耳 当捉壁着玉 诸臣唯从 不敢赴言 告编臣曰 诉下文书 令收赤臣 必在行狱 时凡亲友 闻之悲念 欲使出狱 历烈不认 唯以依备 饮食所拔 日日共知 已不能令 不见考智 尊者又闻 心用心酸 往至其所 解欲欲利 不令蹦吃 痛苦休息 不堪出狱 指太子文 以为枉然 事无亲亲 无有重罪 众成增知 缠之于亡 不宜取耳 往以往所 据成本末 为无逆死 当用我故 愿设其秧 往用爱子 即设使出狱 与王相见 令业如故 其国王者 未如来 其太子者 智慧度无极 善全方便 菩萨带得 无所从身伐忍 全会之仪 哪能得出于三界欲 得成为佛 广计众生 尊者 亲友 未行境界 免三恶趣 不免三界 可受天上 人间福 不得治道 凡之有者 未不失业 此事能脱恶鬼之界 不免地狱 畜生之恶 所依者何 如其所重 各得其类 发无上正真道义 奉于大词 无极大哀 开化一切 故得治佛道 本心大道 不达生法 不解进退 终止自费 故为原诀 畏生死难 网板周旋 但欲自济 不念苦人 故度生闻 各随本行 而获至之 说是今时 己孤独式居士 五百长者 皆发无上 正真道义 有数千人 远程离构 诸法衍生 空喉乐器 不古自鸣 飞鸟走兽 香河悲生 当世之时 莫不欢喜 自归佛者 居士赋问 初学道者 时已何至 佛言 先喜五戒 自归于三 何谓五戒 一曰 慈心 恩人不杀 二曰清廉 节用不道 三者真良 先节不染 四曰 笃信 信何不漆 五约要达 至名不乱 何谓三字归 一约归佛 无上正真 二约归法 以自御心 三约归众 圣众之中 所受广大 犹如大海 弥所不包 富有四法 一约道基 二约网还 三约不还 四约无浊 四约无浊 圆绝至佛 无上大道 得天人生 皆由之身 四行四等 四恩 四辩 六度无疾 大慈大哀 得成大道 千知无穷 千知无穷 却赌无极 教训十方 何至不待 阿难问约 此今和明 云和奉行 佛言 明约解俗 家业三品之才 出家修道 无上正真 其要好约 演道俗业 佛说如是 贤者阿难 己孤独居士 五百清信事 莫不欢喜 佛说演道俗业今